孤独一定要慢,作者蒋勋 陈宗有一则有趣的故事 小徒弟整天跟老师傅说 我心不安,我心不安 他觉得心好慌 上课没有心上课 做功课没有心做功课 问老师傅到底该怎么办 师傅拿出一把刀,说 心拿出来,我帮你安一安 心一直在自己身上 心会不安 是被寂寞驱使着 要去找自己以外的东西 可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身上了 一直向外追寻 是原木而求鱼 反而让自己慌张 我想 思维与孤独的关系 亦是如此 回过头来认识孤独的圆满心事 思维就会慢慢发展 也许对我们的城市 孤独太难能可贵了 就像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 静静地拿起一朵花 弟子们就懂了 愈多的语言 就有愈多的误解 愈多的语言 就有愈多的偏见 愈多的语言 就有愈多的纠缠不清的东西 这个时候 更需要孤独的力量 让大家沉淀 然后清明 我们不要忘了 波平如镜 水不在最安静的状况下 无法反映外面的形象 以此比喻 我们居住的岛屿 每天都波澜壮阔 没有一件东西会映照在水面 没有办法反省 也没有办法沉淀 孤独是一种沉淀 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 是清明 静坐或冥想 有助于找回清明的心 因为不管在身体里面 或外面 杂质一定存在 我们没办法让杂质消失 但可以让它沉淀 杂质沉淀之后 就会浮现一种清明的状态 此刻你会觉得 头脑变得非常清晰 非常冷静 所以 当心里太繁杂时 我就会建议试试静坐 不是以宗教的理由 而是让自己能够得到片刻的孤独 也就是庄子说的 作望 现代人讲求记忆 要记得快 记得多 但庄子认为 望很重要 望是另一种形式的沉淀 叫做 心摘作望 望是一种大智慧 把繁琐的 干扰的 骚动的 忘掉 放空 老子说 空 才能融 就像一个杯子 如果没有中空的部分 就不能融水 真正有用的部分 是杯子空的部分 而不是实体的部分 一栋房子可以住人 也就是因为有空的部分 老子一直在强调 没有空 什么都不通 没办法通 就没办法融 物质的空 较简单 心灵上的空 恐怕是最难 你要让自己慢慢地 从不怕孤独 到享受孤独之后 才能慢慢达到那样的境界 孤独一定要慢 当你急迫地从A点 移动到B点时 所有的思考都停止 生命也很简单 也是从A点到B点 由生到死 如果你一生都很忙碌 就表示你一生 什么都没有看到 快速地从A点到了B点 难道生命的开始 就是为了死亡吗 还是为了活着的每一分 每一秒 与孤独相处的时候 可以多一点思维的空间 生命的过程 会不会更细腻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